在座等人到了东陵以后啊 顺着道洞 钻进了这个纯会皇贵妃的金卷当中 借着手电筒的灯光望了一照啊 哎呀这场景啊是十分的凄凉 那可真正是金冠损毁是玉古凌乱呢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咱们的书馆 听我给您啊讲故事 今天啊咱们开新书了 也就是说呀 咱们这故事的主人公变了 围绕着乾隆皇帝的嫡后 傅察皇后的故事算是结束了 咱们该讲谁了呀 咱们要讲啊这乾隆皇的季后纳拉市 开始讲傅察皇后的时候啊 我就跟大伙说 咱们呀要把这傅察皇后相关的一些人物 都要讲全了 因为呀那些人呢也都非常有故事 您比如说吧这傅察皇后的大爷马奇 还有呢他的这个兄弟傅衡 再来呢就是他的侄子福康安 后来我一琢磨呀 生把这些大臣呢插到这个皇后的系列里 可能不得合适 咱们干嘛不把这个后妃系列讲完了 就讲一个这个大臣的系列呢 所以啊咱们这些故事啊 您别忙 咱们留到啊下一方再说 在这个系列里呢咱们还是踏实住了 蒋后飞 得嘞 咱们闲言少叙呀 书归正传 咱们就要说说呀 这位乾隆皇的季后纳拉市 话说这1929年的农历十一月 那一年啊是明国十八年 在天津 在租界里有一室宅子叫静元 这末代皇帝溥仪 哎就是那个逊了位的小皇帝啊 就住在这个宅子里 这大清国的皇帝啊 逊位已经很长时间了 并且这溥仪 被人呢已经从紫禁城当中轰了出来 他只有在这儿啊躲了个清线 见了一个小朝廷啊 外围一下 就在这个时候啊 有人跟溥仪汇报了 说皇上 有件事情啊得让您知道 尊化皇陵高宗爷的纯慧皇贵妃 帝宫被盗了 这溥仪一听这个凡就别提了 您说这自个儿祖族的坟 接连被盗 他心里能畅快的了吗 就在去年 这乾隆爷的御灵 和慈禧老佛爷的定东陵 刚刚被盗 这善后事一夜才处理完毕 怎么怎么又有皇陵被盗了呢 你光是生气着急不行啊 也得派人去善后啊 于是这溥仪啊 就派这个大臣宰泽 去东陵啊 处理善后事一 因为这宰泽呀 他有经验 上一年啊 也就是1928年的时候 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陵秦 被孙殿英刨开以后啊 这里边陪葬物品 盗绝一空 就是这宰泽等人 去尊化皇陵处理的善后事一 这差事办的好啊 坏了的 咱暂且不说 这宰泽呀 把这种差事办的 有了经验呀 那心里头我想啊 也是好受不招 那作为皇室而言啊 这些人不光是溥仪 小皇帝的祖宗 他也是宰泽的祖宗不是 这宰泽等人到了东陵以后啊 顺着道洞 钻进了这个 纯慧皇贵妃的金圈当中 借着手电筒的灯光 望了一照啊 哎呀 这场景啊 是十分的凄凉 那可真正是 金冠损毁 是玉骨凌乱呢 说到这儿 有好朋友就得问了 咱不是讲这个 季后纳拉式吗 你说了半天 这不是 纯慧皇贵妃的元寝吗 哎 您纳闷吗 这宰泽呀 他也纳闷了 他下到这 纯慧皇贵妃的地宫当中啊 发现这地宫 光果的遗迹啊 有两座 由此啊 他引出一个惊天的秘密 一直无人知晓的 季后纳拉式啊 原来埋葬在了 纯慧皇贵妃的地宫当中 接下来的事啊 就到了1981年了 1981年 东陵文物管理处 接到上级文物部门的通知 要求啊 对纯慧皇贵妃 和季后纳拉式的地宫 进行清理发掘 好对外开放 在这些学者 给文物局提供的 清理纯慧皇贵妃 地宫的报告当中啊 是这样写的 一堆乱骨和两个头颅骨啊 被成练在一个烧好的光果当中 我想啊 这就是宰泽一个人等 在1929年 擅礼地宫被盗事宜的结果 据学者考证 西边的金官属于纯慧皇贵妃 东边的呢 则属于季后纳拉式 首先是说呀 纯慧皇贵妃的金官 在上手主位上 这季后纳拉式啊 却被奉安在了一旁 并且呀 在1981年11月30日 这文物工作者 清理这纯慧皇贵妃地宫的时候 这季后纳拉式的光果啊 已然烂霉了 而纯慧皇贵妃的金官啊 依然挺立 原因很简单 这纯慧皇贵妃的光果呀 是用南木制成的 而季后纳拉式呢 用的是廉价的山木板 这座地宫啊 到现在也是常年的渗水 每到雨季的时候啊 这工作人员就得用水泵往外抽水 所以经过这个地下水的侵蚀啊 这个用高档木材 南木材的这个纯慧皇贵妃的光果 看起来呀 还算完整 这纪后纳拉式的沙膏子本棺材呀 一早就烂的呀 没剩下什么了 后来学者呀 发现了一部内府档案 也印证了纪后纳拉式丧礼的简单 因为呀 这纪后纳拉式丧礼所用的银子呀 只有区区的二百两七千九分七离 所以说这纳拉皇后啊 遗体被盗墓贼损坏 还不如啊 身前身后的那些经历更悲惨一些 那么纪后纳拉式在生前 还经历过什么凄惨的经历呢 乾隆三十年的润二月十八 这会儿啊 皇帝皇后 以及这后宫当中部分的嫔妃啊 正陪伴着皇太后 在南巡的路上 到哪儿了呀 正到杭州地界 在著名的秀丽的景点 礁石铭琴 近早善的时候啊 这皇帝和皇后还好好的 这乾隆皇帝呀 还赐给了纳拉皇后很多的善品 到了晚善的时候啊 在这宫廷宴会名单上 可就没有了纳拉式的名字 并且呢 这乾隆皇帝呀 派俄赋扶龙安 按照指定路线 有水路 遣送这纳拉式皇后回宫 并且呀 给宫中的首领太监传旨 说这个皇后疯了 在义昆宫当中养病 不准见人 不但如此 还给这个皇后啊 限定了活动范围 只是义昆宫的后殿 也就是说呀 连屋子都不能出 皇后身边的小扇房啊 以及阅历全检 按照规制 侍奉皇后的贴身宫女啊 应该是八人 这一下子也检成了两人 并且呀 是由皇帝指派 这个时候的皇后啊 虽然名分还在 但是在待遇上啊 已经相当于答应了 这倒是和呀 这皇后死后的葬礼规格 倒是很相配了 已经不是这宫中主位 该有的待遇了 乾隆三十一年 七月十四位时 这季后纳拉式 终于是忧愤而死 您像我这种 专门讲清宫故事的人呢 都不知道 该用崩式还是轰式了 总之啊 是皇后死了 嫁崩了 那这皇帝干嘛呢 这会儿的皇帝呀 正在木兰秋险当中 也就是啊 在热河 避暑山庄 打猎呢 这皇帝 闻得皇后的死讯呢 没有什么表情 只不过呀 对这个皇后的亲生儿子 十二二个永齐说呀 你母亲死了 你回去料理她的丧事吧 要说这皇帝 她真行得出来 这永齐刚走啊 这乾隆皇帝 就传誉给了礼部 她说呀这皇后有失德的地方 所以说季后纳拉市的丧礼呀 不能像孝贤皇后一样办 你们就别插手了 就交给内务府吧 按照皇贵妃的丧仪处理 那么这内务府的人 是按照皇贵妃的丧仪办理吗 当然不是了 他们呀 善于拍皇儿的马屁 皇儿既然这么说了 他们都乐得呀 这季后纳拉市的丧礼 办的越简单越好 首先呢省着泪 其次呢 这皇上也是这个意思 若是按照皇贵妃的丧仪 这皇贵妃的金冠啊 应该用南木 并且呢 应该七十三十五道 并且呀 抬棺材的杠夫啊 就得九十六个人 而这个纳拉皇后的这个丧仪呢 这棺材呀 就是用普通百姓用的木料 就是山木啊 他们北方呢 叫沙木 说白了呀 就是建筑用的 脚手架的这个材质 就是沙高啊 抬棺材的杠夫啊 也不是九十六个 是六十四人 仅仅呢 和这个贫为一个等级 按照这大清组织啊 这公共位分 一共分八级 即便是最低党的答应 也应该是各自为宣 有自己的牧师 可是这纳拉皇后啊 没受到这个待遇 直接把她的棺材呀 塞进了纯会皇贵妃的地宫 当然 这是经过后世证实 那么为什么没人知道 这纳拉皇后埋在哪呢 因为没人记得 那这会儿有明白的人就说了 那不对 那这个从皇后啊 到答应 这宫中的女子啊 那既然是皇上的人 最次的答应 每年也有两次祭拜 由这个首领的官员主持 哎 这纳拉皇后啊 就没有不但不设神牌 是也无祭祀 这入葬以后啊 自此轻功当理 是只字不提 那么挺大帝国的皇后 那这是为什么呢 哎 咱们从明天开始啊 我是一点一点的 给您细细的 拜执这件事情 我呀 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您要喜欢我的频道啊 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啊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咱们呀 明儿见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不吝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